各位我们翻到罗马书七章十八节 你们在荧幕上也能够看得到 七章十八节我看到这个经文是很多人喜爱的经文 我们一起读好吗 七章十八节保罗说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因为立志为善有的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各位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 立志为善由的我 行出来由不得我 各位为什么使徒在这样的光景呢 等一下我们多多来思想这句话好不好 各位我们要明白 当人堕落之后 人都进到一种普遍性的 无能的属灵的光景 请大家注意听 当人犯罪离开神之后 他离开神的时候 同时也跟神的能力隔绝了 以前上帝造亚当的时候 他的整个的按照他的被造的原理 他的倾向是得着能力的 不是失去能力的 但是当人犯罪离开神之后 他的整个的倾向就落入 不是得着能力 乃是失去能力的 他在生活当中 很多时候 他在他的年龄年长的时候 他就慢慢失去能力 所以一个年轻人 好像很有活力 对不对 他慢慢年岁增加的时候 你就看到他体力衰退了 我们有时候整天 就是绞尽脑子 要生活做事的时候 一天完之后 筋疲力尽 筋疲力尽的时候 脾气也不好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个叫失去能力 很多时候我们是失去能力 有时候有一些压力来 有一些重任来 要做这个 要做那个的时候 整个的心里面 就纳闷了 失去能力 各位 这个是普遍性的罪性所带来 我人的罪性 各位罪不是单单 杀人骂人犯奸淫 罪也叫你 上帝造你的这个生命 这个原来是 时常能够跟神交通 得着能力 得着智慧的 那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断开的 断开的结果呢 然后人自然人 我们讲自然 按着自然的原理来活 自然的方法来活的时候呢 他是很容易不到一下子 没有能力了 气馁了 放弃了 懒惰了 然后没有智慧了 失去能力的 所以我刚才说 每一个人面对的软弱 无能都有不一样 我没有一个人能够自夸 说我能做这个 我能做那个 我能积极 我能正面 到了一个情况 你发现你没有办法正面 你们有没有发现 所以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人性本身告诉我们 我们的能力会用完的 但是 圣经说什么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对不对 那个能力能够教你 在你所在的地方 从你所在的地方 你接触的人 一直到地级 为主做见证 你能够接触各样 有问题的人 罪人 甚至能够把这个福音赐给他们 叫他们信而得救 这种能力 这种能力 所以呢 连这种能力都会给你的 怎么不把 你天天在家中 或者在办公当中的 那个能力赐给你们呢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先明白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世界的人夸耀 我们有聪明 我们有意志力 我们有方法 在这个 这个疫情的时候呢 我们要发明这个疫苗 我们夸耀这样的 我们能 人定胜天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都是骄傲的话 这都是骄傲 这都是不承认自己的无能 但是 我们要知道 神把圣灵赐给我们 一个基督徒 如果不懂得用到圣灵的能力 他就会发现 他越来越骄傲 他越来越 只相信科学 却不相信 在他心中 做感动 加强他的能力的 那种主的工作 我们下期见